好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看这个词的长度 我们现在总共是能够找到19个 它们主要的区间 都在47到55之间 所以可以去修改它的一个数字 然后它的宽度 你可以把长度关掉 点开宽度 可以看它的一个宽度的一个限制 都是8.6、6.9 6到9之间也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只有19个 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点 关闭它 没反应 再关闭它 发现这个时候会找到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把这个地方这个选项勾上 然后去看这个 脚上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它是39.7 它的图像 那我们可以关闭它 来看一下为什么 那么是因为 像我们这个合格的产品 它的长度都是很长的 都是49、48 这个呢 它结果它变短了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这个缺陷 那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也就不把它调小了 刚才是47到55之间 这个就过滤出来 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就调小了 保存好之后可以开始运行 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目录的方式 把我们的取下来的一些图片 再进行一个私跑 看一下所有的图像 是不是有没有正确的反映出来 实际的这么一个一个状态 比方说像这个 它的数量就是17个 在这边可以检测出来 这三个是不良的 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相机 第二个相机的话 它的主要工具是这里 同样的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目录测试 目录这边导入进来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一个初步的一个定位 这边是圆度的一个 圆形度的一个筛选 点开过程图 它找到的实际是这么一个圆 一个35以上的白色的一个圆 面积大于5000 而且它的圆形度的话是大于 两个都大于我们刚才设置的限制0.5 如果说你调这个黑色或者红色的时候 的话你可能这个数字 这个地方的数字可能需要变小 具体的话可以根据这张图 就去拉它变化 看这变化 这个圆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圆 第二步 从外往里找 找外缘 外缘的话如果说这个框是跑偏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你需要不谈逻证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直径的一个限制 直径可以设置上下线 下一面一步 这两个组合 组合起来是减这个外圈 就是淹没掩盖这一圈 它的一个毛边 严重的毛边 毛边的话是75白色以上的 区间 面积是大于大于10个像素的 总的面积是大于100 通过这边调 这个框的话你可以把它挪动一下 如果它跑偏了 如果是这种状态 你把它挪正 挪到我们想要检测这个区间 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有定位跟随 不会跑偏 这一步的话是测的是 它这那一圈有没有就是 严重的这个缺掉 在这边进行检测 这一圈 如果它往里面去 我们就能看到这这一段 出现了一段黑色 面积是大于100 然后在这里 我从内往外找这个这个圆 如果说我是这样子 那我这个圆就找得不对 把它挪好 框也不要太大 这也是左洞 这个是放大缩小 这个是坐标器 选择定到这个圆的坐标器 内部的一圈 内部的一圈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 颜色的检测 那我们颜色的话 你如果说换着红色 或者黑色的话 这个地方颜色 需要重新训练一下 点击这一个自由设定 装机 装机完以后呢 看一下结果 发现这边还是有点黑 你可以通过拖拉这个工具 把它拉得大致的比较均匀 就这一段都是摆设 我们要剪这个区域 都是摆设 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 其他的部分 就是我们认为 它的异色的 都比较均匀 好 内部的这一圈底部严重的这个异色 在这边大约一万 这个数字可以调小 具体看这一侧的这个数字 然后再下一步 是我们内圈的一个眼膜 跟外圈的一个眼膜 这两个眼膜的主要作用 是用来检测这一段脏污 如果说这个脏污的框也是乱的 这样的话 它就检测到错误的地方 你把它挪正 检测这个外圈 这一圈上的框污 然后再检测这个地方 内圈的一圈 它的要求的面积是 37以下的这个黑色 你比方说像这种 到这里 它会检测出来16万多的黑色 那我们实际的话 这个是正常 一定要往下 如果出现这种 也是一样 往下拉 拉到不要拉太多 让它黑色有个明显的 这种对比就可以了 这个改完 然后翻几张图片看一下 看看状态 对不对 像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黑色太黑了 你只能剪这块 或者是说 你稍大一点 这个纸啊 把它调一下 那也是可以的 也能找到比这个颜色更深的 这个账物 点击关闭 保存 然后开始运行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 进行那个图片的 图片它就会自动 产品过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跑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清零 数据的清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保存的位置 在哪里 再打开tools 这个set 然后在datalucode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目录 当然你那边那台电脑的话 它的目录是不同的 你根据那个目录去找 所以可以选择保存什么样的类型的图 如果有的图片或者ng图 这样的话就是初步调试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相当于初步的一个模板建设 接下来就是跑这个产品 让它不停的跑出来正常产品之后 然后再对它的一个检测不对的地方 进行一个微调整 微轻微调整 然后只是保存下来 如果说你想下一款红色的 那你在这里 就像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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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